接下来这个也跟交通部的业务有关 就是远通这个e-tech呢 在上路之后问题不断 那么APP的当机呢 之前一开始说 遭到了82亿次骇客的攻击 那么当时呢被发现 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骇客攻击次数这么之高 而现在被发现呢 这其实是谎话一宗 行政院的资安办公室 提出了报告表示 远通的APP的系统设计大有问题 所以就说跟骇客毫无关联 还记得前几天 行政院上层院长下道部长 个个气冲冲的说 82亿次攻击非常可恶 要严加查办 现在消息公布 是自己打自己尴尬到不行 而到底是哪一家公司 设计出如此低劣的APP呢 远通以签订保密协议为由 拒绝透露相关细节 e-tech APP大当机 远通号称被骇客攻击82亿次 现在证明都是在唬烂 远通APP一上线就大当机 是后发现程式设计本身就有问题 而制造商呢 疑似就是这家位在新店的资讯公司 系统设计超辣茶却推示骇客入侵 远通之间已签了保密条款为由 拒绝透露是找了哪家设计公司 只说是国际知名 想不到上路就出包 是一个民众使用需求非常高的系统 而且他已经几天没有办法使用 所以在我们资安事件定义里面 广义的资安事件定义里面 他是属于第三级 他的APP设计 的确是有些逻辑上的缺失 行政院资安办公室证实远通APP当机 无关骇客攻击 但一个礼拜前官员们才义愤填膺 替远通报不平 当时张山正说这是第三级资安事件 傅格魁毛治国批评是恶意攻击 行政院长江仪化还指示要严加查办 搞清楚状况能力 并民众还差 在政府查明真相之前 网友老早推出漫画KUSO 模拟世界骇客大会 只见各国纷纷吹嘘自己多厉害时 台湾抛出被害82亿次的惊人数字 顿时让大家闭嘴 其实远通最近才遭爆料 网络只有100M 防火墙是小学等级 使用古董及伺服器 根本无法应付庞大需求 远通扯谎推责任 政府搞不清楚状况先背书 如今真相大白都很无能 记者吴嘉文 范继文 周易德 高家福 台湾报道